巴沙慈善晚会在浙江卫视播出后,官媒也抛出了明星们的捐款明信,但是很多在晚会现场整方兜眼的明星都没在捐款名单中,比如杨幂、刘诗诗、刘亦菲、宋茜、妮妮、李一峰、吴亦凡、邓超、李心如、霍建华等,再次核实2015年史上巴沙捐款明信,上述明星还是曾红毯不捐钱,其中黄晓明、范冰冰已经连续5年捐款金额前列, 来看看参加2016年慈善晚会的部分明星,自行对比就能发现谁是在蹭红毯,谁真有爱心,顺手摆读了一下,2015年在巴沙慈善晚会上捐款的明信名单,赫然发现有两个小鲜肉连续两年一毛不拔,只蹭红毯,连续两年,李一峰和吴亦凡都参加了慈善晚会,在现场也引起了不少观众,李一峰和吴亦凡连续两年用自己的人气, 替此善奔走,呼吁粉丝捐款,这本应该是承担的事情,但是爱豆自己只吆喝,不嫌爱心,这样的做法确实不敢苟通,不管是多是少,李深作则不是更有说服力吗? 很多网友替苏蒙喊话,下次光蹭饭,不捐款的别来,苏蒙这次公布名单详情,实在是让不少小鲜肉团队措手不及,也有粉丝认为明星一定要在巴沙捐款,上大字报吹,才算做善事,这些明星在不同渠道默默捐了那么多款,做了那么多善事,不张扬,不发大字报就不是行善,其实小编更想说,好多明星都在学习雷锋,做好事不留名 哪怕不是因为我,不用难过不用担心我